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次另外许珊 另外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助点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次回来讲讲柳俊刚离世的案情 有更多的资料终于曝光了 是的 一生意想不到跟他的女伴有关 没错 因为较早前他很高调地跟一个新女朋友 叫Grace打火热 常常放闪 有很多不同的照片 似乎他们两个就在去年的时候淡淡演分手 有时大家都明白 这么高调放闪的话 总有些人就想看你们两个好得多久 不过你知道有些人这样想你的时候 或者叫做分手了 或者叫大家分开了 你没有去放闪 又有什么合照 大家都猜到 或者他分不分手 跟谁在一起 都未必叫这么多人去深究 这个世界有这么多人同事要去看 要去留意 或者大家看到媒体说起 就会去看看 现在终于就知道了 原来柳俊刚其实在Grace之后也有一个新女朋友 他过往每次有新女朋友都是很高调地放闪 这个我相信都是新相識 所以没有大肆宣传 所以也算是有些奇怪 这个36岁姓默的新同居女友 话说在案发前的一天 即是刚刚的星期四 若望下午2点左右 跟她有些感情争执在一个商场里发生 之后两个争吵 各自各离开了 据说当时姓默的女朋友 还以为柳俊刚会回来找她 谁不知 两个小时后都不见影 也联络不了她 于是这个姓默的女朋友 所以她也没有想那么多了 算了 不等了 不想了 先回家了 这个姓默的女朋友还说 当时回到家 她在家听到书房是有声音的 不过发觉门锁了 即是进不了去找柳俊刚 所以她就马上想 柳俊刚应该还在发脾气 不过她没有再去敲门 或者再跟柳俊刚说多几句 现在事发之后 有这样的悲剧发生了 或者大家都会觉得错失了 救回柳俊刚的黄金机会 不过你猜不到 她只关了房门 加上支持有那些争执拗叫的 其实是很需要 双方都要静下 是不是 既然是这样 就给大家一些时间 但小估不到她关了房门之后 就做出这些事情 这个我相信她女伴也猜不到 不然是晨早撞了门进去 接着到星期五 即是1月5日的早上 约摸9点左右 她女朋友发觉 为什么还没见过她出门口 即是踏出书房门口 就觉得不太妥 直到中午左右 再跟柳俊刚的朋友商量一下 据说 这个朋友也是住在附近的 她的朋友也觉得有点奇怪 就叫做报警求助 马上去到案发单位爆门 就揭发到这件悲剧了 真是惨 我不知道她们两个的关系如何 现在的资讯科技这么发达 如果她把自己拼在书房 这个世界有一件事叫WhatsApp 可以发信息 问一下她 生气了吗 我就想 为什么不尝试 简单的发过信息 还是怎样呢 这个会不会是 她的电话就没有拿到房 所以就没有发信息给她呢 还是有些传媒 就还没有将这一部分的消息 公布出来 可能有都未定的 我估计就 如果真的能够下多口气 或者让她重延对人生的希望的话 我想有机会阻止到 柳俊刚做傻事 会不会叫懦崖立马呢 因为我们之前在昨天那节也有讨论过 如果你整个过程 要预备一些炭 又要点着她 又要等自己离开这个世上 这一段过程 会不会有机会让她回头呢 另外有消息所致 话说他们在商场有过这些争吵之后 说有闭路电视 就拍到片段 就是看到他们两个骂之后 竟然就在商场那里去买炭 她是即兴那种 意思就是 一个这样的人 我相信她平时也是一个颇为火爆的人 就算她女伴早知道她真的会这样做的话 也很难阻止到她 我估计就是 不过这次她这样做 就令到她女伴可能 在城西 都留下一个这样的阴影 我觉得真是类人类物 她火爆的事也叫做有迹可尋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她的前妻 就不知同一位男性的朋友 男性朋友而已 不是男朋友 就在有一间餐厅里 不知是吃饭或聊天 她走到现场 就跟别人争执 甚至乎 动手动脚 那件事也搞到上法庭 可能她真的在性格上 有些火爆也不顶 这个就是一件事 不过看到又真的挺夸张的 男女朋友之间的吵架 就很平常而已 吵架完的 对就对 要不就算 再不就是分手 他又不是第一次拍拖 分手有多闲 我觉得 可能他不是 对每段感情都很认真 而且遇到这样的事情之后 就不懂得放下自己 然后就要做一些这么极端的行为 我觉得是很无谓的 对不对 即是你是极端到 是立即去买了包炭 做一件这样的事 我们都明白 死者为大 但是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 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然不好 我一定是强力谴责 就算她死了也是这样 我是会谴责她 你没理由这样 做这些不理智的行为 不止 你搞到 你生前那位女伴 可能是会留成小的阴影 人家的日子 以后怎么过 你自己走了就算 你自己轻轻轻轻轻 喝一杯酒 烧包饿 然后就走归了 我相信她是没什么挣扎的 但是她女伴可能心理上要承受着你这种行为的打击 这个阴影我是想象不到的 老实说 还有 为什么我们用一个比较重的语气呢 就是不希望有人模仿 或者有人学了这种 这么不好的行为 这个 大家要清楚理解我们的出发点 究竟是什么 其实最惨是有人 哇 有样学样的那种 你看看 一个 我们看到她平时这么正能量 又跑步 又马拉床 又半马 又全马 又给大家一些成绩的 又跟大家说那么多 那些什么人生哲学 那些什么心灵鸡汤 她都解决不了自己 这些感情问题 选择了这样的话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我都没有去 那么强大 就是那个做人 或者那个 体格等等 有些人真的会更加容易 走向了这个想法 或者走去用这样的形式 把自己送去一个 不生路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做这一节出来 就是有这个背后的原因 就算是感情上的打击 如果对于她 结婚十年的前妻 那个婚姻关系就没有了 但是跟着 在那一年 就已经公布 跟那个叫跳高女神 杨文慧的经理人 Grace 发展了她的新戀情 后来就被指 上年年中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再跟她的合照 又摆上网 所以就揭发到 她搬到一个新的地方 又如何 虽然Grace 过去了 已经是对 柳俊刚来说 是一个过去式 但是问题就是 以一个柳俊刚 这样的性格的人 她会不会 她会不会 整天的心 就放在这里 一直延续到 她遇到一个新的恋情 继续 让她面对 她的将来的时候 又或者 在情绪低落的时候 她又会想起 她过往不好的东西 继续做出 这么极端的行为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 也挺大的 所以火爆就还火爆 我们也可能 看到 这个新的女朋友 她自己 都不敢 去 拍门 或者 是不是还生气 你可能说 这个女的 都有机会 都一样 叫做 那么硬颈 如果大家 都叫做那么硬颈 就火星撞地球 有其他可能 我们不知道的问题 所以 要另外 再叫一个男性 不如你帮我 试试找一下 她 似乎 可能真的是 两方面 那个沟通 都出现了 颇大的问题 所以你看到 那个反差很大 她又教你 怎样谈吐 跟别人 怎样去 沟通 有其他什么 心灵 教你 辅导你 又如何 如何去面对人生 还是怎样 但原来她自己 都不知道 怎样去面对 自己的感情生活 和人生 所以有时都很怕 看 有些人 教你 怎样 正能量 或者你的人生 应该要如何 如何 通常说那么多 这些东西的人 我都会 看一看 她自己的背景 或者她的做人 如何 或者她过往的历史 以及如何 演变成一个 这么正能量的人 或者教你身心灵 还是怎样的 原来你自己 本身也不是 一个这样的人 还是怎样的 或者原来你私底下 都是粗口难舌 还是怎样的 这些人我见过 真的有这样的 反而这些 他们就让你见到 那些人生导师的样子 是她一个人物设定 但是真是她本身的人 她有自己的 另一套的生活 可能她会见到 这样过得好些 我们再看到 警方 检走了一系列的 证物 刚才提到的 红酒瓶 另外还有一包 应该用剩的 碳 以及两盒碳 收据 纸袋 布 等等 亦都看到她的居住环境 其实也叫做 整齐 我相信她平时那个人 也是 颇为 注重 她的外表 以及 她的周遭 那个环境 就是这种 整齐的话 是好事 至于她又经常 发放一些所谓的 正能量 又是一个 心灵导师 这样的形象 有时候我见到 人始终都有情绪 有低落的时候 你不能够 长期以来 保持一个 正面或者 很高涨 而又 发放光芒 一样的人 你总有 遇上 情绪低落的时候 但是当你遇上 情绪低落的时候 你又怎样可以 面对 这种 这样的 情况呢 反而 在这方面 就很少人说的 就算这些所谓 什么情绪导师 也好 他们是不会说这方面的 所以问题就是 你识教人 怎样 令到自己 很正面 很正向 但是 很多时候 导师都是这样的 有没有发觉 没办法 因为他们自己 塑造了出来 自己的形象 就是这样的 他们自己 跟你说这么多 都是基本上 用来 寻食的 这是寻食的技能 之一 对不对 不过 真的叫做千想万想 都没有想到 会極端到 骂完架 就是 换了我们一般人 跟女朋友也好 太太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骂完架的 就算了 要么就算了 你顶住这条气的话 女朋友的 可以分手 或者跟他冷战一下 也可以 如果结婚的 老婆的 你可能想 究竟是否要跟他离婚 或者要分开一下 还是怎么样 我们不是教人 一定要离婚 还是怎么样 你可以找一些 婚姻辅导 对 这些类型的东西 去帮忙 也都可以 其实很多个 可能找第三者 去处理这些感情问题 还是怎么样 做中间人 和事佬 也都可以 对不对 可能叫个 闺密出来帮帮忙 或者甚至乎 你找个地方 静静地想想 反思 是不是还要跟这个人 一起还是怎么样 你又不是很高调 告诉别人 这个新的36岁 姓默的同居女友 也不是这么多人知道 近乎没有人知道 可能只有柳俊刚那些朋友 或什么 可能GRACE 之前这么高调的话 这一个 可能又不知如何面对 或者这个女朋友 都愿意 你不要放我闪出来 不要告诉别人 或者自己都未准备 或者他都愿意 低调地 与柳俊刚相爱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 或者你见他的那一面 讨论 或者说话 头头是道 或者可能他是一个 受过伤害的男人 于是之后 你就会 爱上他 或者当你跟他 正所谓 相见好 同住难的时候 到了同居的时候 原来你就知道他更加多了 即是见到他逢头救命的时候 又或者见到他 真性情的时候 可能跟你想象中的他 那个落差距离得很大 即是像张志恒 跟他老婆文敏的那些 本来是粉丝 到最后他变成太太 然后生了很多件 你猜不到这些东西 我觉得 第二 最搞笑的是 张志恒跟他太太 经常骂离婚 都骂极都不离婚 所以变成柳俊刚 就是另一回事 你想到他那一刻的冲动 是很可怕的 是竟然自己去买包炭 这样送自己上路 我想一般人 都未必有这样的勇气 或者想到这么狠 去做这一件事 所以我始终都认为 火爆江席的人 一做了一些 不理智的行为 就真的会做到底 就好像这样 一直真的会做到底 可能只不过在一句气话 说出来 我死给你看 真的死给你看 所以有时 大家在 骂情绪的时候 说话的时候 都要留下半寸 在这里 等到自己可以有弯转 因为人不是 每个人都 懂得 想到那样 或者想到那样 可能就真的 做那样 想到那样 就做那样 接着就做 真的做给你看 之后 你就没得回头 就像是柳俊刚那样 又或者 可能回头 女人跟你说 你死了你 例如这些气话 我们也听过 女士会这样 跟男性说 不会真的 死给你看 对吧 你叫我这样 你只是 诅咒我 或者你一时的气话 但如果有些人 真的冲动起来 就像柳俊刚那样 你叫我这样 我就做给你看 我就等你一生 咋咋咋 有这些人会在 柳俊刚一定是这样的 这个我们不能考证 因为人都已经走了 怎么也好 希望这次他离开的事件 可以算是人生 如何面对这些疫情的 一个反面教材的一货 同意 没错 希望他的家人 甚至乎他这位姓默的同居旅游 可以叫做节哀顺便 不要让这些阴影 伴随自己 叫做太久 到时你看到他 整个意识完了 那就重新给自己新的生活 好吗 没错 对 好 今次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